今次就要帶大家走一條CP值極高的路線 景點多之外也很容易 首先就很輕鬆地沿著溪間走上山 之後除了可以學到很多關於香港的戰爭歷史之外 還可以學到很多關於草藥和身體的知識 現在我們就出發啦 大家好,我是詩詩 我們今次的起點就是在博庫林道 我在中環那裡搭了91號巴士來到 然後就在這個博庫林道遊樂場下車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巴士大家可以乘搭 然後下一步就是沿著遊樂場的旁邊向上走 我們就是要穿過這個遊樂場 出了遊樂場之後 我們就會沿著博庫林道走上多一點 在這個博庫林壁的後面 就會找到一條路可以進去 就是在休憩署旁邊的這條路 我們就是要上樓梯的 現在這個位置一直走 旁邊都是一個水流 我想我們很快便可以上到瀑布的旁邊 只是走了幾分鐘 便又見到另一個可以被人休息的地方 如果經常休息的人 都有很多位置可以坐下 這個這麼有趣 我是第一次看到 雙腳放於腳架上 交叉地前後擺動 只要走了差不多五分鐘 我們便會駁上這條壁山徑 其實有很多分抄路 我選擇了溪谷旁邊的這條路 想著看看究竟有什麼特別 走這條路 在嚴嚴的夏日 都會感到絲絲的清涼 有沒有想過 其實趕到走石間 都可以不濕身地走呢 那這條路就可以了 因為只要走旁邊的樓梯 就可以了 再見 還有另一個喜歡這裡的地方 雖然它的瀑布比較小 不過有很多層 所以怎樣都可以找到 一個你喜歡的打卡角度 我們是可以繼續直行上去的 我選了去看一個很特別的種植園 所以我們上到這裡 就要經過這條木橋 之後我們便會轉入這條山路 雖然有些位置要走泥路 不過大部份是有樓梯的 而且只需要走幾分鐘 上來了 其實我們想找的是中草若園 其實我剛才是有探過老的 如果你上到來逼山徑之後 轉左一直走 都會有樓梯可以上到這裡 如果對於瀑布沒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走那裡 我走走走的時候 回頭 讓我找到這裡竟然有養魚 之前就看了一篇報道 管理員就說 養魚可以隨時監測著魚的狀態 看看水的質素好不好 還可以讓魚吃了蚊的幼蟲 這樣就不會滋生這麼多蚊 這個中草若園都挺大規模 它還弄了一些介紹牌 就是介紹每一樣草若是什麼 還有這裡有個指示牌 就是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亂摘和觸摸植物 因為如果你不熟悉它 可能也會有危險 下層還有更加多草若 我看到她的介紹 我覺得她都寫得挺仔細 她還有講完她的功效 不知道大家想不相信草若的功效呢 因為近來我就受到草本堂的邀請 去做她們的療程 她們最有名的就是用中藥 幫你調理頭皮和頭髮的健康 今次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現在就去片 我們現在就來到她們的尖沙咀分店了 開始之前就要填這個頭皮和頭髮的分析表 OK啦 好 我們現在先看頭皮的狀況 其實現在就找到 你每個毛囊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油脂粒倒實了 但就這樣見 其實你的髮量不差 但其實我的煩惱是我覺得我太多頭髮 好 現在我會幫你用了這個一號精華 去噴你整個頭髮一次 它的作用是幫你去你頭皮表面那層 最後那層角質塗 這個感覺好像平時做Facial那些 在臉上的 是不是真的促進去吸收 對啦 高壓水槍 去幫你做清潔鏡 打進去你的頭皮的毛囊層 去幫你清走你堵塞的油脂粒 還有你多餘的油脂 我覺得你做這個深層清潔的時候 就好像幫你的頭按摩一樣 不過它很溫柔的 用一個水的柱去幫你按摩 所以也很舒服的 這次會用一個比較紅油少少的草膚厚 其實有些什麼在裡面 楊金菊 還有玫瑰露的精華 還有一些比較天然少少的成分會在裡面 這些是你們自己的調製 是啊 感覺上很清涼 好像很乾淨的 你看就算我這麼多蒸氣 都在霧出來 但其實我的頭皮感覺是超級涼 我現在感覺還是很涼 主要的作用是幫你鞏固你的髮根 令它吸頭髮不容易脫下 做全面保濕 幫你的頭皮 而且主要是幫你做控油的效果 下一步就是最終這樣看頭皮的效果是怎樣 孔旁的那些粒粒 很多都已經清潔了 而且頭皮也比之前的顏色 再越白色了一點 是啊 因為越越白色它就越健康 看完頭皮 原來真的乾淨了很多 而且我現在自己感覺 頭是乾爽了很多 對比之前呢 就沒有之前那麼油粒粒 這個是一個控油性的精華 整個療程就完了 其實我很喜歡這裡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在這裡的職員真的很細心 幫我塗完精華之外 又去按摩一下 而且通常遇到頭髮這麼多的人 應該很多人都會想避開 都會覺得要服務我這些客人很麻煩 不過這裡就不會了 還有就是這裡很乾淨 幫我塗精華之前 職員都會戴上手套 然後它就會扔掉它 再去下一個步驟 它又會再換到新的手套 所以給我一個感覺很安心 然後最最最重要 當然在這裡 會幫你量身訂做一個適合你的療程 回來了 我們現在就參觀完這個中草約園 下一步就會沿著樓梯一直上去 去下一個景點 其實前段的樹蔭都蠻充足的 然後現在這一段 就斷斷續續都有些樹蔭 所以我現在才留下來 沒有出來帶 走了差不多5分鐘的樓梯 又會來到另一個休田柱 在這個位置分叉路就會比較多 就比較複雜了 我們下一個想去的地方就是叢林泡台 如果走馬路也可以 不過就要繞一個圈 所以我們就會跟著這個指示牌走 走回繼續樓梯上去 看到這個指示牌之後 就要轉左上樓梯 走了大概5分鐘樓梯 就會上到這個燒烤場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地圖 看看怎樣遊覽才是最好的 我想應該要直走 原來下樓梯之後就馬上找到了 這裡就有一排的軍營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條是以前軍營樓下來的樓梯 上到這裡還有很大片草地 原來在草地裡面 都藏了一個很不起眼的遺跡 以前可能是一座宿舍 現在就移屏 只剩下一塊水泥地 經過移屏的宿舍之後 就會找到這個歷史徑的入口 我們就會沿著它走 今次我就不會像摩星嶺跑台那一次 做一個這麼詳盡的解釋 因為這裡的指示牌做得很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看 在1870年代 因為法國和俄國對於英國 在亞洲地區的一些利益 就虎視眈眈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港口 英國當然要好好守住 所以就建了這個叢林炮台 這座炮台用了四年去建成 而它的海北有307米高 是一個香港地勢最高的炮台 在建成後 炮台就有當時很先進的大炮兩座 這座大炮用的炮彈 是重達100磅的 而且它的射程可以去到7km 足以應付一些在維港內的目標 不過最後因為經費問題 所以英軍改變它的計劃 就去了摩星嶺建更大的炮台 不過重臨炮台被人廢棄了一次之後 其實它也再有備用過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就出現了空軍的這件事 所以這個炮台就被改建為防空炮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軍就侵入香港 而這個炮台就多次被日軍、空襲和炮軍 所以當其中一個射炮被擊中之後 部分的刺絲就損毀了 英軍就撤離了 所以最後重臨炮台又再荒廢了 不錯啊 它有介紹這個廁所是怎樣運作 我們下去看看 我上次去摩星嶺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件很搞笑的事 就是有兩個人去到廁所的時候 就說這個就是炮台了 剛剛的指示牌就說這個坑是洗手盆 很厲害的是這個廁所上的迷彩還留在這裡 其實這個觀察台應該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不過因為現在已經有超多大樹擋著 所以已經見不到海了 之後我們就會在2號炮床的那個 旁邊有一條小路下去 通常炮台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維港 落到這裡終於看到海景了 落了幾分鐘樓梯我們就會落到水泥路 這裡是黑頓道 我們就會轉右地上去龍虎山 在下一個分岔路就要立刻轉右了 然後就是上樓梯 只是走了一分鐘的樓梯 就已經上到龍虎山的山頂了 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維港 想不到這麼容易就上到龍虎山的山頂 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其實龍虎山交易公園 是全香港最小的一個交易公園 它只有47公頃大 大概就是兩個半圍圓大 現在我就沿路地落到黑頓道下山了 下山很容易 走走走就讓我們找到這個了 其實它是維多利界碑 可以看到它是1903年興建的 它就是為了畫好這個維多利城的界線 其實現在香港只剩下9個了 因為有很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被摧毀 以及隨著香港的城市發展 很多都已經不見了 走到差不多 就會看到這條樓梯可以轉下去了 我們就是要下樓梯的 下到馬路了 我都要很誠實地跟大家說 我真的完全不會讀這條路的名字 下樓梯之後 我們就是要轉左 下去山的 沿著馬路 下到公廁這個位置 就會找到一條樓梯 我們就是想去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 如果來這裡要注意一下 因為星期一、三的下午是不開的 看到這座白色的建築就代表你到了 這座教育中心的成立就是為了推廣自然探索的 它的展覽廳是免費向公眾開放的 所以都歡迎大家來參觀 你可以在裡面認識到更多龍虎山和香港大自然相關的歷史和生態環境 還有最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中心附近曾經有新的螞蟻物種被發現 那種螞蟻現在就叫做金樹蟻 而這裡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關於環境的展覽 其實這兩座建築物都是很特別的 它們分別是一級和二級的歷史建築 以前是博庫林水堂員工看守員的宿舍 參觀員就去到展覽館的後面 就可以在展覽館外面的長廊拍照 就是這裡 之後在這個白色走廊的旁邊 就會有一個鐵閘 可以穿一個鐵閘去香港大學 來到香港大學之後 大家就可以乘巴士或地鐵離開了 今次的分享就會在這裡結束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收看